咱们的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 咱们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 你希望他能演人多久呢 多少年 一辈子 终身 终身 一辈子 真的 这是老百姓的心声 画面中的人名叫杜美霜 一定有人想说 八成又是哪请来抹黑中国的演员吧 是不是请来了 我不知道 但他是演员 倒真的一点也不假 而且还是国家二级演员 兼职人大代表 第二个镜头中 亲情出演总书记疯狂粉丝的 是不是演员 我不确定 但我敢肯定的是 想让总书记活到一万岁 绝对没戏 我们最常看到 大陆的粉红战狼 反驳的一句话就是 说那么多 整天瞧不起中国 到中国来看一看 就知道你们自己有多么紧蛙了 好的 马上照办 2018年 台湾驻日本代表处 举行的国庆宴会上 主席台正中央 挂了三幅 蔡英文的巨幅画像 台湾前外交官建文集 在脸书发文讽刺说 这分明是在给蔡政府 搞个人崇拜 中国党媒 人民日报 看到此消息 立刻转载 公开嘲讽蔡英文 简直是个人崇拜 回魂 丢脸丢到国外去 先不管 党媒都自称自己姓党了 以下来说咱们去中国看一看 长长见识吧 我们习总书记视察过的地方 都立了牌坊 你们有吗 习近平总书记 曾经站过的地方 都铺上了金砖 就问问你们这些 整天瞧不起大陆的台湾人 长见识了没有 我们中国满大街 都是领袖的标语和画像 甚至连广场舞大妈胸前 都挂上了习大大 红闪闪的头像 你们台湾拿什么 跟我们大陆比 就靠挂几张画像 这样的个人崇拜 就想跟我们习大大斗 简直是弱暴了 毛爷爷 我代表中国老百姓 给您汇报 习近平主席干得不错 习近平哪里干得不错 哦我断然醒悟 据不完全统计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曾至少有150首 歌颂毛主席的红歌 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时代 这一类歌颂领袖的歌曲 几乎就没有再出现过 自从习大大上任之后 这类歌颂最高领袖的歌曲 又有如雨后春笋 一般大量的出现 有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 还有要嫁就嫁习大大 这样的人 再比如习近平寄予 堂堂正正一辈子 还有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儿童版的有 我家有个习大大等等 为了不造成观众的不适 就不在这里放给大家听了 不过有一首反映 外国的小朋友 是如何爱戴伟大的 习主席的歌曲 倒是很值得一起来听一听 China's expanding now It's growing big and strong Let's learn about it now In this annoying song They have a president Some call him Uncle Xi But he can fuck with you Instead of Talk Oh you're not a fan of the Chinese Oh doesn't want you to see Oh he'd rather shield from you Oh the shitty things they do Oh compare him to this And he will get pissed You'll end up on an untrusted list But jailing his fellows can't alter what's true My man's chasing pain looks like Winnie the Boo This is the Chinese Oh Oh you're not a fan of the Chinese Oh you're not a fan of the Chines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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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令人家受不了 受不了你 你在Oh我一刀 XXXXX 或许是由于獨裁者们 天生自带喜剧效果 每当我们看到獨裁者登场的画面 一群保镖跑步前进簇雾雾出刑 或者一群女兵看到的领袖 感动到痛哭流迹 总而讓人感觉既不真实而又好笑 所以当中国传出全民要开始学习习近平思想的时候 免不了会招来自由地区同胞的同情 和一些冷嘲热讽 于是那些自尊心超强的爱国战狼粉红们就扛不住了 他们罗列出各种理由来反驳 来证明自己不值得同情 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六类 第一类上来就爆出口 觉得说美国也有人搞个人崇拜啊 美国都把首都以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名字命名 还到处立他的像 美元上也印他的头像 这也是个人崇拜吧 你这种爱国贼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美国人那么搞个人崇拜 连首都都是总统的名字 没见你比比狗一样 面对这么脏的嘴啊 我也没有必要客气了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生物 特别不理解的是 这些人干了什么缺德事 总喜欢拿美国也干缺德事 作为给自己开拓的理由 请问那如果美国人吃X 你是不是也得X 如果说美元上有华盛顿的头像是美国人崇拜华盛顿 那么澳大利亚硬币上有袋鼠的头像 那说明澳洲人肯定都崇拜袋鼠 那要是这样的话 旧版一元的人民币上面印有一个美女驾驶拖拉机的画面 那中国人究竟是崇拜拖拉机 还是崇拜开拖拉机的美女呢 美国好的方面你不比就喜欢比烂 那美国经常会发生有人跑到国会 举牌子大骂总统的主上十八代 那你们是不是也要去跟美国人比比去天安门 对自己的领袖做同样的事情试一下呢 第二类以为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领袖思想 别的国家元首的思想学校就不学了 为啥偏偏中国就成了个人崇拜 那对于这类人呢 我相信没有比这个更好可以解释井底之蛙的例子了 除了中国和朝鲜 今天还有哪个国家在学习领袖思想 但是这些人常常还要去嘲笑墙外的台湾人是井吧 让人家都到中国去看一看 看什么啊 看你们井里头金碧辉煌吃大鱼大招 井里头就算都贴了钻石 那他妈不还是一口井吗 第三类逻辑混乱认为拥护习近平是习近平的粉丝 而不是搞个人崇拜 中国不是搞个人崇拜 和西方反做人崇拜明星一样 我们都是习近平的粉丝 我们都是习近平的粉丝不是个人崇拜 面对这一类人我就想请问你们 那些个被中共定义为所谓的邪教 他们的信徒如果也用同样的逻辑来反驳你 说我们不是搞个人崇拜 我们都是邪教领袖的粉丝 听问你要怎么反驳他们呢 第四类觉得崇拜习近平崇拜党 这本身就是应该的 我以前学政治也有毛泽东思想 邓小斌理论那些啊 都会上国家里的人思想 叫什么个人崇拜 发生什么事了 崇拜习大大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啊 听党话跟党走难道不应该吗 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 跟个人崇拜有个毛线关系 听到这里留言 不由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奴隶 会心甘情愿的跟随的奴隶主而不会反抗 奴隶们可能会这样回答你 听主人的话 跟主人走难道不应该吗 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 和对奴隶主个人崇拜有个毛线关系 近些年有不少考古学籍的人说 埃及的金字塔很有可能不是奴隶们建成的 因为奴隶们是干不了修建金字塔 这种高技术要求的工程 那么对此呢 我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不可否认的确会有大量的设计工程师 和掌握技术施工的队长 但是金字塔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工作量 离不开海石打磨和搬运 这一类超高强度重复性极强的劳动 那么大家会不会感到奇怪 究竟是怎样的力量 可以驱使他们这样无私的奉献 没日没夜重复的同样的劳动 为的就是给一个不相干的人盖一座陵墓 那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毅力 就是因为他们坚定的认为 埃及的法老就是他们心中的神 为了心中的神别说任劳任怨 替他盖灵墓了 就是替他去死也会有人义无反顾 对于奴隶主而言 在奴隶的心中深埋一个枷锁 可要比套在他们脚上的铁链好用多了 所以无论这把奴隶的枷锁是在脚上还是在脑子里 说到底他们都一样是奴隶 同样心甘情愿的愿意去学习某一个人的思想 坚定的认为只有这一个人才能带给你幸福 像神一样的拥护他 那说明你的脑子里也已经有了一把奴隶的枷锁 第五类揣着明白装糊涂 堂而皇之的耍无奈 特别具有代表性的 是一个油管知名的五毛 他常常会说太平洋又没有加盖 你们这些人不满意中国共产党领导 那你们可以移民呢 伟大的党经常说 自治人民的公仆 而非人民的主人 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比喻 党和政府就相当于物业公司 而人民则相当于小区的业主 那麽这一类耍无赖的五毛逻辑就是 如果你不满意物业公司的服务 你可以放弃你的房产 离开这个小区 还有一类流氓的逻辑 甚至颠倒黑白 说在中国如果 如果你不满意习大的领导 可以让他下台啊 对于这一类非蠢计划的朋友啊 我只能引用领袖的一句话 你是 有这样一部电影啊 名叫《独裁者》 独裁者阿拉丁他非常的喜欢 在他们的国家开运动会 他一手拿着法定枪自己参加比赛 谁敢超过他就一枪崩掉谁 连裁判都不放过 就连拉百米冲刺的线 都会主动的向上飞过来 请问你要怎麽赢过这样的运动员呢 第六类崇拜我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 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和你们有什麽关系 就算是在搞个人崇拜好了 中国人崇拜自己中国的领导人 又不是要你们白人崇拜中国领导人 不行吗 好搞笑 请问跟你有关系吗 我们崇拜自己国家的领导人 关你何事 这些人说的也颇有道理 那麽既然你们都不在意 独裁者在你们的头上拉屎 又何必在意别人嘲笑你呢 更何况他们也没有逼着 让你们也嘲笑你自己 关你什麽事呢 这不就是你们的逻辑吗 在中国的古代 敢于讲真话 公开和皇帝叫板的人 常常被后人称为忠贞爱国一枪忠烈 而皇帝身边拍马屁 总是一味的顺着皇上夸他好的人 一般都会被称为奸臣 我们纵观今天的中国 那些崇拜领袖 还领袖马屁的人 被称为是爱国者 而冒着风险敢于站出来讲真话 公开批评的人 却成了恨国与反贼 对于这样的现象 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一般说到这里啊 小粉红就该到了道理讲不过 开始耍无赖的时刻了 别那么多废话 别老是盯着说中国 你就告诉我台湾悬挂蔡英文的头像 他到底算不算个人崇拜算不算独裁 我们就假设那位公开在志习蔡英文 搞个人崇拜的台湾外交官 是一个朝鲜人 可能不过五个小时 金大元帅就会直接赏他一个炮刑 同样的事情 放在中国炮刑倒也不至于 被扣一个贪污腐败 被嫖娼判你个十年八年 那肯定是跑不掉的 一位叫任志强的企业家公开写了一篇文章 称习近平是独裁 说他是皇帝的新装 结果不出几个月 就被因为个人作风问题被判刑十八年 那么蔡英文到底是不是独裁 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可以去套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判断 如果你所在这个国家 还可以听到有人公开指责领导人是独裁 那么说明您这个国家还没有独裁 那么如果能够被公开听到的 只有赞美夸奖和马屁声 而完全没有批评声 那基本上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讨论这个国家 是不是独裁的必要了 这样的回答您还满意吗 希望来反驳我的战狼和粉红们 如果有人觉得我上述讲的都不对 你们可以公开的发表一篇 对领袖或者党提出意见的文章 或者影片能够上墙内的热搜 我们就相信中国政府不是独裁 也没有在搞领袖个人崇拜